发生了什么事? 曾经发生的事物会再次地发生,而我们错误地认为,死亡是在跟随我们,事实上,死亡先于我们,并会再次接替我们。 在我们诞生之前,死亡是不存在的。 如何逃避不可避免的,那就是做必要的事,从而有意愿去做必要的事情。 论哮喘与死亡,那是什么疾病?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,它被描述为呼吸急促,袭击持续时间很短,就像海上的暴风一样,通常在一小时内结束。 谁真的能拥有长久的生命?我经历了肉体的所有病痛,然而,在我看来,没有什么比这更麻烦了,这是一种持续的最后喘息。 因此,医生称之为,练习如何死亡。 你认为我写这封信是出于愉快的愉悦心情,仅仅因为我已经逃脱了吗? 对这种所谓的恢复感到高兴是荒谬的,因为当被告成功推迟审判时,他会想象自己赢了官司吗? 我对自己说,死亡经常在考验我,让他这样做吧,我自己也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死亡考验,你问,什么时候? 在我出生之前,死亡是不存在的。 我已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在我之前的事情会在我之后再次发生。 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有任何痛苦,那么在我进入白昼之前,过去也一定有过这种痛苦。 事实上,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不适,我问你,你不认为人是最愚蠢的吗? 他认为灯熄灭十笔点亮前更糟糕。 我们凡人也被点燃和熄灭,痛苦的时期介于两者之间,然而双方都有着深刻的祥和。 除非我大错特错,亲爱的卢西,否则我会误入歧途,以为死亡只会随之而来。 而事实上,死亡已经先于我们,也将随之而至。 无论我们出生前有什么状况,都是死亡。 这两种状态的结果都是不存在的,根本不开始,还是停止,这有关系吗? 接受我的保证,当最后时刻来临时,永远不害怕,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你是否赞美和模仿那些不厌死的人,尽管他们以活着为论? 也为当你被赶出去时,离开有什么好处,然而这里面也有美德,我确实被赶出去了,不过,我似乎是自愿离开的。 也为这个原因,智者永不被驱逐,也为这意味着要离开一个他们不愿离开的地,而智者是自愿的。 逃避不可避免,就是做必要的事,因此必须有意地做必要的。 再见了,赛内卡,尖导学。